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所在的城市被毁灭 成为一片废墟 这个景象象征着人们的罪与堕落 以及他们需要救赎的渴望 基督徒决定离开这个堕落的城市 寻找真正的意义和目的 他踏上了一条狭窄且陡峭的路 这条路代表着信仰之路 这条道路并不平坦 充满了危险和挑战 一开始 基督徒感到迷茫和无助 他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样的困难等待着他 然而 他决定相信圣灵的指引 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在旅途中 基督徒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 有些人物是善良和乐于助人的 他们给予他帮助和指导 他们在他的旅程中起到了向导的作用 帮助他克服困难继续前行 然而 也有些人物是邪恶的 他们试图让基督徒迷失方向 放弃信仰的道路 他们以各种方式试图引诱 嘲笑和施压给基督徒 但他始终坚守信心 不为所动 基督徒的旅程也充满了各种困难和考验 有时 他陷入了绝望的泥潭 被沉重的自我怀疑和负面情绪所困扰 他感到无法摆脱罪和过去的错误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然而 正是在这个绝望的泥潭中 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希望的朋友 希望伸出援手 告诉基督徒 他并不孤单 有许多人也经历过类似的困境 希望告诉他 只要他相信上帝的力量和恩典 他就能够战胜绝望 重新振作起来 基督徒也会遭遇各种诱惑的考验 有时 他会遇到美丽的魔法之地 那里充满了浮华和享乐 这些诱惑试图让他迷失方向 追逐短暂的欢愉 而忘记基督徒的身份 然而 基督徒明白 这些诱惑只是虚幻的表面 真正的平安和幸福来自于上帝 他抵制了诱惑 继续向着真正的自由前进 最终 基督徒到达了他的目的地 天堂 他在那里找到了真正的平安和幸福 与上帝共赴爱宴 他的旅程不仅是个人信仰的历程 也是对人性的探索和对圣经价值观的追求 通过基督徒的旅程 我们深入探索了认识神的重要性和人性的复杂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信仰之路并不容易 充满了困难和考验 然而 通过对上帝坚定的信心 我们可以战胜困难 找到内心的平安和救赎 基督徒的旅程 是一个饱含智慧和启示的故事 他教导我们如何在信心中 带着盼望 面对诱惑和困难 他提醒我们 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挑战 只要我们跟随圣灵的带领 并依靠上帝的大能 我们就能够坚持前行 向着标杆直跑 这部分中我们将深入探讨 基督徒对自己罪恶本性的认识 以及他接力追求圣洁的心路历程 基督徒开始反思 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罪孽 他意识到自己偏离了正确的道路 深感自责和内疚 在旅途中 基督徒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和挑战 这些困难不仅来自外界的压力 更是源于他内心的矛盾和罪恶的意识 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深深的懊悔 对自己的罪感到深深的痛苦 然而正是在这个痛苦和悔改的过程中 基督徒开始寻求上帝的赦免和接纳 他明白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 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和内心的平安 他向上帝祈求 并接受了上帝的赦免与慈爱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基督徒需要克服内心的负罪感和自我怀疑 接纳上帝的宽恕和爱 他学会了放下过去的错误 寻求内心的平安 并与上帝建立了一种更深入的联系 通过罪与救赎的主题 我们思考了人类的罪恶本性 以及得到救恩和内心平安的重要性 基督徒的旅程展示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斗争 我们都是有缺陷的 经历着过去错误的困扰 然而正是通过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 我们才能找到内心的平安和自由 悔改和寻求赦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我们需要不断对付自己的罪性和软弱 靠着圣灵的帮助 寻求属灵的成长和内心的平安 在这个寇人心弦的段落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基督徒在信仰之路上 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和考验 以及他如何坚守信心并依靠神的大能前行 基督徒的旅程并不平坦 他会遭遇来自老我和世界的事态 有时他会陷入自我怀疑和困惑 质疑自己是否足够坚强和勇敢 他可能会面对来自他人的嘲笑和误解 甚至可能会被视为异类 但是基督徒知道他所信仰的上帝 是一个强大而信实的存在 他相信上帝会赐予他力量和智慧来应对困难 在旅程中 基督徒还会遇到各种诱惑 试图让他迷失方向 放弃对上帝的信仰 这些诱惑可能以短暂的享乐和世俗的诱惑为外移 试图分散他的注意力和信心 然而基督徒明白 这些诱惑只是表面的虚幻 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来自于与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 在面对困难和诱惑时 基督徒学会了依靠信心和上帝的力量 他明白自己不能单凭个人的力量去战胜一切 而是需要依靠上帝的帮助和指引 他通过祷告和学习圣经 来加深与上帝的联系 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 他相信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 上帝的应许和引导将永远与他同在 基督徒的旅程也教导我们 困难并不是一个终点 而是一个成长和操练的机会 通过面对挑战和困难 基督徒逐渐增强了信心和毅力 他学会了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坚持追求真理和公义 信仰并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需要不断加强和深化的 基督徒通过与其他信仰者的交流和分享 不断学习和成长 他们也会从周围的人和事件中 领悟到更深层次的信仰真理和智慧 在这个引人入圣的段落里 我们将深入探索基督徒对真理和公义的追求 在他的旅程中 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场景 每个人物和场景都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 基督徒从不断的交流和对话中 逐渐认识到真理的重要性 他会遇到虔诚而智慧的老者 他的言行展示了对真理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仰 通过与这样的人交流 基督徒得以从他们的经验和智慧中 汲取灵感 不断加深对真理的认识 然而 他也会遇到迷失和追求虚荣的人 这些人试图以各种方式误导基督徒 引导他远离真理的道路 他们可能试图用诱人的言词和虚假的承诺 来迷惑基督徒 让他放弃坚守信仰的道路 然而 基督徒凭着信心和对真理的认识 能够辨别出真假 并追求那些对内心和灵魂有益的价值观 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 基督徒不仅关注理论层面的真理 也关注实践的真理 他通过他的行为和行动传达着公义 慈爱和善良的价值观 他努力投身于社区 家庭和社会的建设 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和改变周围的人 基督徒的追求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会遇到各种困难和反对 但正是通过这些挑战和考验 他得以不断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 他学会了与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 进行对话和辩论 而不是用暴力或憎恨来回应 他的追求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 而是与他人共同探索和分享的过程 通过基督徒的旅程 我们深入思考了真理和公义的重要性 这一部分激发我们对真理和公义的思考 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行为和行动 来追求和传播这些价值观 这段中我们将深入研究 基督徒在旅程中所面临的 道德抉择和诱惑的考验 他将面对贪婪、欺骗和道德败坏的人 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各种诱惑和腐蚀 道德抉择是基督徒旅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会面临许多道德困境 需要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做出选择 这些困境可能涉及诚实与欺骗 仁慈与冷漠、公正与偏见等 基督徒必须以他所坚信的道德价值观为准绳 坚守自己内心的真实和正直 基督徒也会面临各种诱惑的考验 有时他会遇到那些以贪婪和自私为驱动的人 他们试图引诱基督徒背离自己的信仰 这些诱惑可能包括权力、财富和世俗的享受 试图让基督徒迷失在物质的追逐中 然而基督徒坚守信仰和道德价值观 拒绝诱惑、选择保持纯洁和正直 基督徒坚定的信心和效法基督的心 是他面对诱惑时最重要的武器 他相信真理和属灵的力量 知道妥协和放弃信仰将导致内心的困扰和道德的堕落 他会通过祈祷、默想和与他人的交流 来保持自己的道德坚守 以此来应对诱惑和道德败坏的考验 尽管道德困境和诱惑会不时出现 但基督徒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和原则 他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言行成为他人的榜样 对抗邪恶和腐败的力量 维护正义和公正 在这个段落里 我们将探讨如何将天路历程中的核心内容 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工作和其他人生领域中 这一部分将提供实用的建议和启示 帮助我们将书中的教导转化为实际行动 以实现属灵生命的成长和活出真实的信仰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 这些困难可能来自工作压力 人际关系、个人目标的追求等等 通过理解基督徒的旅程 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启示 学会在困难面前保持信心和坚定仰望神的心 我们可以通过与上帝的联系和祷告 来寻求力量和指引 将自己的问题和挑战交托给上帝 另一个重要的应用是通过追求真理和公益 来塑造自己的品格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和思考真理 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和属灵的见识 我们可以通过参与社区服务和慈善活动 来践行公益和善良的价值观 这些实际的行动将帮助我们成为对他人有益的人 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道德和诱惑面前 我们也可以从基督徒的经历中得到启示 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保持正直和坚定 不为诱惑所动摇 当我们面临权力、财富和享乐的诱惑时 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 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可以学会拒绝那些违背道德和伦理的行为 坚守自己的原则 最后重要的是将这些教导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通过在行为和态度上 通过应用和践行 实现内心的成长和信仰的践行 我们必须要学会拒绝 我们必须能学会拒绝